你 无限家公寓比预期销售得更加火爆 我们第三期楼盘如期开盘 眼看也要被抢空了 焦阳果然没让我失望 焦总 焦总 董事长 董事长 姐 英俊 你怎么能让你老婆挺个肚子就来了 姐 说好第三期给我们留一趟那不约会价的公寓 我们这不是趁着开盘赶紧过来签合同吗 毕竟啊 咱家的家训可说了 不赚就是亏 放心吧 我答应过的事什么时候饰演过 焦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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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颗误说 他要买一系的零零号公寓 我不是说了一系的零零一补卖吗 不是 丁丁啊 你还没说过赵总监才出去新婚旅游半个月 你怎么连那口头禅都学回来 哎呀 你别打岔 焦总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这位客户说 这公寓就是他的家 焦总 你赶紧去吧 不然来不及了 水简翻的照片 划入梦里侧脸 有种顽固的想念 恍惚了流年 准备一场纪念 回到我身边 跳过年代就远回相见 回到爱的起点 代替不了昨天 更像是一次冒险 期盼着永远 准备一场纪念 回到我身边 试图把爱填满 只剩一句再见 时光这时思绪沿着光线 飘远带着你的礼物 重返回过去 聪明的遇见 时间到处遇见你 我愿意 我愿意只在遇见 乔阳 好久不见 如果时间能够到处遇见你 会微笑对你说好久不见了 想问你是否 想问你是否也在心里 如果时光能够到流 你最想遇见谁 最想改变什么 时间到处遇见你 是上天赐予灵妙和交养的一份礼物 明白爱与被爱 他们的故事已经书写完毕 虽然在现实世界中 时间无法真正倒流 但无论什么也不能阻挡爱人的相遇 每一个与你相遇的瞬间 都是值得被铭记的时间